那前面呢 我们意识到了企业所面临的外汇风险 有我们的translation risk 我们的transaction risk economic risk 并且我们也讨论了这些风险背后 有哪些原因导致它的一个波动 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相应的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风险管理的一个最关键的环节 就是如果我们的风险风险 如何去进行风险管理 那也就是我们将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来尽可能帮助企业去规避这一类风险 好 我们将外汇风险的这个风险管理呢 我们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我们讲的是minor techniques 第二大部分我们讲的是major techniques 好 一个是从内部的角度考量 一个是从外部的借助我们的金融衍生品的角度 来进行风险的规避 好 我们依次来学习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minor techniques当中的第一个 invoice in home currency 好 注意了 in home currency 那指的是一个公司在与其他公司进行贸易 注意我们说境外的啊 一个公司与境外的这个公司之间贸易不论是进口还是出口 他始终坚持以本国货币进行交易 我们假设说一家美国公司和一家英国公司之间进行贸易 我们假设这个美国公司是一个base啊 好 那么无论这个英国公司从他这买卖多少东西都始终坚持必须要以美元交易啊 这个叫做invoice in home currency 那大家会发现了 如果这个美国公司能这样做 说明他的地位得多高 他的主导的这个位置得多强 他才能要求别人都按照他的本国货币来进行交易 那如果说你在市场当中没有这样一个绝对优势的地位 你能不能这样做呀 不太可能 你很容易就得罪客户了嘛 如今市场上竞争那么强烈 你要坚持用你的本国货币 别人可能转头就走了啊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个invoice in home currency 我们在教材当中 它是怎么讲解的 one easy way 这个easy way指的是我们去规避风险的一个比较方便的 比较这个简单的方法 to insist 看到没有 是不是很固执啊 他坚持 all foreign customers pay in your home currency 所有你的境外客户 国外客户 必须用你这个国家的本国货币来进行支付 那么并且呢 当你去从别人那买东西的时候注意了 这个就指的是你的supplier 是不是 所有你的foreign suppliers 你还做到什么呢 你坚持用你的本国货币向你的境外suppliers支付 你得有多强势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好 这是invoice in home currency 所以大家也发现了这个方法它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啊 存在一定的缺陷 我们来看一看 无论你是让你的国外的客户以你的货币交付付款 还是说你向你的供应商以你的本国货币支付 大家发现了没有 我们这里的这个风险注意 我们这里指的是什么风险呀 大家一定要清楚啊 现在我们针对的是transaction risk 是不是 transaction risk 他说我们整个的这个风险 它其实并没有消失 对于你来说 你是不用面对这类风险了 但是对于谁而言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呀 你的foreign customers 你的foreign suppliers 他们在背后默默的承担这些风险 所以风险它并没有走 它只是转嫁到了他们的这个身上啊 那么如果说你不能够在市场上获得一个绝对强势的主导位置 你很容易因为这样的一种处理方法 而得罪甚至丢失你的客户 也会得罪丢失你的供应商啊 所以我们这里其实也提到了你的你的这个strategy会导致你的customer不happy 导致你的supplier也比较不happy啊 除非你可以获得一个什么monoply monoply是什么垄断啊 除非你是一个绝对垄断的位置 否则在我们当前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国际环境当中 这个方法它不太可行也不太现实啊 好这是第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方法 它叫leading and lagging 那么legging就是一个先行者啊 lagging指的是一个拖后腿的 那么这种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应用呢 好具体来看一下 要么lead payment 要么lead payment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lead payment指的是提前付款 lead payment指的是推后付款 同样的收钱也是这样 可能会提前收钱或者推后收钱 大家想企业平白无故的 他为什么要提前付款 或者说推后付款 我们觉得好理解吧 我们可以拖欠供应商的这个资金来免费使用 对吧 那为什么会提前付款 大家想一想 如果企业提前付款 一定是这个企业他预测到了 如果我不提前付款 我按照这个正常的付款周期去付款的话 可能会导致我付的钱更多 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外汇啊 所以为什么会提前付他一定是要选择一个让自己更有利的一个position 好具体我们来看一下啊提前和这个推后付款他的一个具体的例子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 假设说你是一个进口商 importer 注意你是进口商你要面临什么呀 支付外汇 支付外汇 那么这个进口商呢 他预计 他对这个市场很敏感 外汇市场 他预计呢 the currency it is due to it is due to pay 那也就是他要付的这一个外汇 we are depreciate 他预测了 他将来我们假设说这是一个英国的进口商 好不好 英国的进口商 那么他的这个贸易伙伴呢 是来自美国 那这个时候他预计什么 哪一个币种会贬值呀 也就是美元会贬值 那么这个时候他就想了 如果美元贬值意味着什么 我们之前比如说一英镑 等于一点五美元 那么美元贬值 那就一英镑 就等于一点六美元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美元贬值 你又是进口商 你会发现 你是不是可以支付更少的英镑 来换取等额的这个美元呀 那这个时候 你已经预测到了 你会不会现在就付钱 不会 你会等到贬值 美元发生大幅贬值的那天 再去付款 这样 你是不是可以以较少的英镑 来换取等额的美元 所以这种情况下 it may attempt to delay payment 啊 进口商 当他预测到外币会贬值的时候 外国货币贬值 是不是本国货币升值呀 本国货币升值 是不是利于进口呀 他会等到你贬值那天 再去付款 他会尽可能推迟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lacked payment 那当然 你不能随随便便的 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说 我想拖欠付款 就拖欠付款 需要跟你的供应商之间 达成一个协议啊 又或者说 你跟他之间 重新签订一个协议等等 anyway 想尽一切办法 来去延长你的一个credit terms 就是当你是一个进口商的时候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如果说你是一个出口商 我们假设现在还是英国出口到美国 好不好 那么你是一个出口商 你未来是要收什么 你是要收外币的啊 你要收外币 然后转换成你的本国货币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又做了预测了 你预测 你将来要收的这个外币 it is due to receive 你要收的这个外币会贬值 大家注意了 如果说你要收的这个外币会贬值 意味着你自己的本国货币 是不是升值了 你升值 他贬值 那这个时候你会选择提前收款 还是推后收款 一定是现在就收款 对不对 因为一旦等到美元贬值那一天 大家注意啊 因为你要收到的这个美元 它是一个固定数 如果美元发生了贬值 这个固定数转换成英镑的这个金额 就会减少 所以你收到的钱就越少了 你一定希望是obtain payment immediately 那我们把这个叫做lead receipt 提前收款 那么大家想一想 结合我们在session c当中讲的 跟我们的应收账款相关的政策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办法 来让我们的这个客户提前付款呀 我们offer一个early settlement discount 是不是啊 这是我们叫discount allowed 是不是给我们客户一个提前付款的诱惑 让他尽早付款 同时我们也避免了这样一个外汇的损失 好 这是关于我们这里规避外汇风险的第二个minor technique leading and lagging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三个方法 matching receipts and payments 将我们的外币收款和外币付款来进行一个匹配 这个地方匹配这个词就很玄妙了 注意匹配一定是同种的货币 你不能说拿你的这个欧元收款 去和你的美元付款去做一个匹配啊 所以它必须是the same currency 同等货币的收款和付款去做一个配比 是不是尽可能可以减少我们这样的一个损失 注意了 它出现了两个same啊 同种货币并且是同时到期 如果说这个时间不匹配 你能不能跟你的供应商说 不好意思我要晚一点付款 因为我的客户还没给我付美金呢 不可以啊 所以一定是要同一时间到期啊 那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例子啊 假设说这个有一个ABC公司呢 他有以下的这些收款和付款 注意了 题目告诉我们说 这些收付款都发生在三个月之后 那他有哪些收款付款呢 这个ABC公司首先 他会收到来自他美国客户的付款 一共是16million的美元 那么并且与此同时呢 他还要向他的美国的供应商支付货款 付多少呢 10个million 这一笔应收和这一笔应付 他们的到期日都是三个月之后 那么机会就来了吧 他既满足same currency 也满足same time 很好 当我们的美国客户 向我们支付美金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这16个million的美金 拿出10个million 来直接用于支付我们的美国的供应商 那剩下有一个6million的gap怎么办呢 针对这6个million 才是我相应的需要去采取一些别的方法 来进行风险规避的 但大家发现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matching 是不是将我们需要规避的这个外汇总额 从16个million降成了6个million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matching receipts and payment 实际上大家会发现 其实就是matching我们的什么 AR和我们的AP matching AR和AP 好 再来看我们minor techniques当中的 第四个方法 matching assets and liability 这个方法很容易跟我们前面的 matching receipts and payment混淆 因为有同学会说 那AR这个receipt不就是我们的assets吗 这个payment不就是我们的liability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 他们两者为什么会有差异 好 先来看一下 a company that expects to receive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income in a foreign currency 假设一个公司 他未来要收到特定金额的外汇 那么这是他的一项什么呀 资产吧 对 他是应收 他是一个资产 那么我们如何去拿一个负债跟他匹配呢 我们不是拿应付账款去跟他匹配 而是拿一个什么负债呢 这个时候我去到银行里去做一笔这个外汇的贷款 那么让这个贷款的本金 principle 本金吧 加上我的贷款的利息 interest 恰好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未来要收的这一笔外汇的收款 我们假设说我们未来要收一个million的美元啊 外币 那么我们在银行里去贷款 贷款的周期要于我们未来收钱的这个周期是匹配的 并且贷款的本金加上利息 注意我们这里肯定带美元啊 带美元 那么本金加上利息恰好等于一个million 那么这个时间到期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收到的外币直接去偿还银行的贷款 这叫做asset和我们的liability之间的匹配 大家注意了吧 所以是拿我们的应收账款与我们的银行贷款 或者拿我们的应付账款与我们的银行存款去做一个匹配 这叫做matching asset and liability 好 来看一个例子 虽然是说有一家公司呢 他有美元的应收账款 那么我们说了应收账款去与什么来匹配啊 银行贷款或者是银行透支啊 所以呢这个时候去怎么匹配啊 我们去银行里做一笔美元的透支啊 好 那么当我们的应收账款收到了以后呢 我们用它去偿还我们的透支加上我们的利息啊 那同样的如果说未来我有一笔us dollar trade payment 应付账款要与什么匹配啊 银行的deposit deposit 就对了吧 好 那我们就是against a us dollar bank account which is used to pay the supplier 我们银行的这一笔存款 本金加上利息 在到期的时候恰好去支付我们的这个us dollar payment 好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方法 再来看我们的第五个方法netting 那netting呢 与我们前四个方法 它其实有所不同啊 它真正意义上不算是一个规避外汇风险的方法 而是用于这个企业的子公司之间应收应付账款之间的一个抵消 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节省一个transaction cost 但是呢 它要与我们这个外汇风险呢 有一点关联 所以我们放在这儿来作为minor technique当中的一个来讲一讲啊 好 注意 这个netting与我们前面讲的matching 我们要有所区分 netting指的是我们整个公司这个网络之间 我这画的不是特别好看啊 公司这个网络之间 各个关联公司 他们之间去做的一个netting 我们把它叫做intra company 或者叫intra group 就是一个集团 一个母公司之下的各个子公司之间 他们去做的一个netting 好 来看一下 many multinational groups of companies engage in intra group trading 我们除了跟集团外部的公司有贸易往来之外呢 集团内部的各个子公司之间 他们也会有相应的这个贸易往来啊 那么如果说A公司 A子公司和B子公司之间 他们既有销售 也有采购啊 我们又向左和向右的这个镜头 那也就是A子公司和B子公司之间 他们相互既有AR 也有AP 那么他们俩之间 是不是这个时候就可以采取我们前面讲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的 matching receives and payments 是一个方法了 但是大家注意啊 我们这里讲的matching receives and payments 指的是以这个集团为一个整体 与外面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进行一个matching 而我们这里讲的这个netting 指的是一个集团内部公司之间 他们所去做的一个netting啊 所以这个方法的原理 与我们这个matching是相似的 但又不是完全一样的啊 好 这是我们的netting 它的一个原理啊 注意用我们的credit balance 子公司的credit balance 和我们的debit balance 之间去做一个netting 然后剩下的这个部分 我们再进行一个支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